鬼鸭少年,因私打工的日常 第一章,乌鸦带来的诅咒 张灵,自幼生活在中国南方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 村子里的人对乌鸦避之不及,因为大家相信这种鸟儿带来不祥 然而,张灵小时候无意中救过一只翅膀受伤的乌鸦,从此开始喂养这只鸟儿 乌鸦每天来找张灵玩,她把她当成了朋友 然而这段友谊却让她的生活逐渐变得诡异起来 自从养了乌鸦,张灵身边开始出现一些不可解释的现象 夜深人静的时候,房间里常常传来低语声 有时甚至能看见窗外站着一些模糊的影子 最初,她以为是自己眼花,但这些诡异的事情越来越频繁 让她意识到自己似乎招惹上了不干净的东西 当地的老人警告她,乌鸦是阴气极重的鸟类 特别是受过伤的乌鸦,与鬼魂有着神秘的联系 果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灵的身体也逐渐变得虚弱 阴气缠身 她开始能够频繁地看到鬼魂,并时常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压力 她的生活从此走上了不可预料的道路 第二章,鬼魂守护者与英斯打工的契约 就在张灵的身体越来越差,几乎濒临崩溃时 村里一位神秘的老道士找上了她 这位老道士名叫陈天行,是阴阳两界的使者之一 专门处理人与鬼之间的纠葛 她告诉张灵,喂养乌鸦使得她成为了阴气的吸附体 导致鬼魂喜欢围绕在她身边 这种情况下,普通的驱邪手段根本无法彻底改变她的命运 陈天行给了张灵一个选择,让她饲养一只鬼魂 作为自己的守护者,以此防止那些邪恶的鬼魂继续侵扰她 同时,她必须为英斯工作,帮助英间处理一些鬼魂的纠纷 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张灵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个诡异的契约 从今以后,你不仅是阴阳两界的见证者,还是我们的一员 陈天行说完,从身后掏出一个古老的盒子 里面竟然封印着一个鬼魂 这个鬼魂是一个古代的女侠,被陷害致死后魂魄无法安息 凭着一股怨念存活至今 她的名字叫顾灵月 顾灵月作为张灵的守护者,和她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她不仅可以帮助她驱赶周围的恶灵 还在必要时保护她免受致命的威胁 不过,顾灵月的存在也意味着张灵正式踏入了阴阳两界的领域 从此必须为英斯工作 第三章,英斯打工的生活,神秘委托与阴间任务 张灵的生活开始了巨大的转变 白天她仍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但一到晚上,英斯的任务就接踵而来 她经常接到来自英斯的神秘委托 有时是解决某个游魂野鬼的纠纷 有时则是追捕逃脱的厉鬼 甚至有时还要前往阴间协助处理复杂的灵魂事件 顾灵月作为她的守护者,经常冷眼旁观,不时冷嘲热粉 但在关键时刻总是会出手帮助她 每次执行任务时,张灵都能感受到英斯世界的奇妙和恐怖 比如有一次,她被派去解决一个在村子里闹鬼的事件 却发现鬼魂并非恶意,而是因为死后怨气未散,无法安息 每次完成任务后,张灵会获得一些特殊的英斯货币 这些货币可以用来换取她在阴阳两界中所需的资源 例如驱邪符咒,护身法器等 然而,英斯的任务从来不轻松 尤其是一些棘手的厉鬼 让她屡次身陷险境 顾灵月也多次为她挡下了危机 英斯的高层们对张灵这个新来的打工改并不十分友好 他们经常用各种手段试探她的能力 让她应对一些无法预测的危险 但张灵逐渐发现 自己在鬼魂和阴阳术方面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 这或许与她的特殊身世有关 她逐渐揭开了家族的一个惊天秘密 第四章,隐秘的家族真相与命运之谜 随着张灵在阴阳界的经历越来越多 她发现自己能够感知到的阴气远超其他普通人 甚至比一些专业的阴阳师还要敏感 这让她开始怀疑 自己是否与阴阳界有着某种深层次的联系 在一次与顾灵越的谈话中 她无意中提到了张灵的家族 似乎早就与阴司有某种不为人知的关系 张灵开始四处寻找家族的过去 并从老一辈口中得知 原来她的曾祖父曾是一位颇具名望的风水师 专门与鬼魂打交道 而他们家族世代相传的阴阳之眼 更是令他们在阴阳两界中拥有特殊地位 张灵的身世逐渐揭开 她明白了自己不仅仅是因为乌鸦而招来鬼魂 更多的是因为家族血脉的诅咒 曾祖父曾经犯下一个天大的错误 导致家族陷入阴阳交织的命运之中 而张灵正是这个诅咒的最新受害者 然而 她也因此获得了无与伦比的阴阳术天赋 只要她能够驾驭这股力量 就能彻底摆脱家族的诅咒 甚至可以彻底掌控阴阳两界的平衡 第五章 终极决战与命运的抉择 殷斯中暗流涌动 高层们对张灵的能力愈加警惕 一股来自阴间深处的邪恶势力 开始蠢蠢欲动 阴阳界的平衡岌岌可为 而张灵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殷斯开始对她进行更多的测试和挑战 似乎想将她推向更深的黑暗中 最终 阴阳界的平衡被打破 一场关乎两界生死存亡的大战爆发 张灵作为被选中的人 必须在这场决战中站出来 利用她所学到的阴阳术和顾灵月的力量 面对最终的敌人 一味自古以来就企图控制阴阳两界的强大厉鬼 在最终的决战中 张灵不仅要战胜外敌 还必须直面自己内心的黑暗和恐惧 她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是继续为殷斯打工 维持阴阳界的平衡 还是打破这个循环 彻底摆脱命运的束缚 结与命运的逆转 最终 张灵选择了面对命运 并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成功打败了厉鬼 拯救了阴阳两界 而顾灵月 也在这场大战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安息之地 张灵从此不再是殷斯的打工仔 而是成为了一个拥有自己命运的真正强者 她明白 无论是阴阳两界 还是现实世界 所有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